据上海7月1日出台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 上海要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 尽管定时定点对垃圾的正确分类投放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但也让一些居民感到了不便 出门游玩赶飞机赶不上扔垃圾 腿脚不便爬不动楼梯 近日借着实地探访了宝山的武松星辰 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武松星辰小区的定时扔垃圾时间段是早上7点到9点和晚上6点到8点 9.5号高中英语教师谭新月告诉记者 由于自己早上6点半就要出门工作 赶不上早上扔垃圾的时间 于是他选择把垃圾堆放到晚上再统一扔放 谭新月表示为了大家好可以克服这个困难 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不方便 因为反正回来也是有时间去扔垃圾 而且我们必须要配合垃圾分类这件事情的实施 我觉得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一有76岁高龄的黄素君阿姨 因上个月腿部刚开过刀不便行走 儿子也不是每天都在家 扔垃圾很困难 对此就会特地知会了阿姨的上下楼邻居 让他们在出门时 看到黄素君阿姨门口对放着分类垃圾袋 就打把手 黄阿姨认为垃圾分类是好事 为了打好垃圾分类这份考卷 她天天看社区新闻玩垃圾分类游戏 现在黄阿姨的垃圾分类游戏 几乎次次都能拿到满分 像这样愿意搭把手帮助黄阿姨们的好邻居 有很多 袁美玉阿姨也是其中一员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着表示 她所住的81号楼居民 都很支持定时定点人垃圾 有时候邻居临时有事 比如出门游玩赶飞机等原因 她就会主动打把手 上海无松星城居委书记宋一役告诉记者 如今小区除了规定扔垃圾的时间外 还专门设有巡逻车 专门找寻并收集居民通窝扔出来的炸药包 如果炸药包是分类好的就收走 但如果是没有分类好的炸药包 就会拆包或调监控 查找具体居民信息并上门教育 关键还是要分好垃 宋一役强调 在不定时的情况下 如果居民来投垃圾的话 也请分好垃